在整个撤离工作过程当中 共有5200多名在屋的中国公民 安全撤离至屋周边国家 除一人在自驾途中受伤 并以治疗无余之外 其余自愿撤离的同胞全部平安 做到了战乱撤离 无死亡 无群伤 4600多名撤离至屋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 搭乘20架次中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航班 回到祖国 全体在屋和屋周边国家同胞 互相帮助 共度难关 留学生组织华侨华人社团 多次协助完成撤离工作 发扬了中华民族福威积昆的优良传统 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互助的优良品质 在组织中国公民避难和撤离过程当中 乌克兰政府和社会各界 给予了友好协助 俄罗斯 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白俄罗斯等国也提供了宝贵支持 我们向各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现在撤离在乌克兰中国公民的工作已告一段落 但保护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的征程 永远在路上 下一步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 将继续积极推进领事保护机制建设 持续打造海外平安中国 以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海外同胞 无论什么时刻 无论身处何方 你的身边有我们 你的背后是祖国